肩颈也不好 不过你知道现在啊 滑手机滑太多 还会造成手机纸 什么叫做手机纸呢 一起来了解 滑呀滑 现代人随时随地都能滑 手机真的有这么好滑 而滑太多的代价 就是赔上自己身体某部分的健康 过去有低头足肩颈酸痛 还有3C过度使用者 年纪轻轻就得了白内障 而现在更有所谓的手机纸出现 原来有外国网友 上传了自己的手指变形罩 认为小指头变形 是智慧型手机太重 小指撑不住的结果 日本就曾经由通信业者提醒民众 用手机要注意小指变形 主要是小指的第一和第二个关节 出现压痕 最终导致变形甚至不能弯曲 虽然一根手指的变形 对整体健康来说 不算是太大危机 但是只要能减少使用手机 就能防止进一步恶化 低头足们要不要痛定思痛 降低手机非必要的使用频率呢 记者王浩宾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